和柳如烟谈了七年恋爱 已经快要结婚了 他却和我说腻了 反手找了个年轻的帅小伙儿 当我看见他在酒店出来的刹那 我没有生气 也没有质问 更没有闹 平静地选择默默离开 他的闺蜜们知道后 反而纷纷起哄在打赌 我多久会低头道歉认错 柳如烟笑得极其不屑 把傲慢展现淋漓尽致 不出一天 他会像条狗一样回来求我 半个月过去了 我就像石沉大海 没有丝毫的消息 柳如烟终于知道急了 第一次主动打了我的电话 古天生 我原谅你了 快认错回应他的 不是我 是一个娇柔女生 抱歉了柳小姐 古先生叫我转告你 缘分已尽 你是谁 贱女人 叫古天生接电话 柳如烟当即就疯了 抓着手机在歇斯底里的喊 我和柳如烟谈了七年的恋爱 也该是时候向他求婚了 我偷偷订购了他喜欢的钻戒 也打听到他喜欢的婚纱 做足了一切求婚的准备 很不巧 那天他的生日夜 我晚来了几分钟 听见的话让我瞬间心都凉了 不知道你徒古天生什么 玩了七年你还没玩腻吗 一点都不浪漫 也没心花样 柳如烟捧着红酒杯 散发着自信的骄傲 七年 谁能补你 我早就背着他玩心花样了 如果不是他有几个钱 人也长得蛮帅 我怎么可能会和他在一起七年 什么 如烟 上次那个小帅哥 你已经下手了 你不是说好给我的吗 边上有位姐妹哄笑打趣 玄机有些嘖嘖嘴地回味说 不过说起来 古天生确实蛮帅 除了人有点木讷 不知道浪漫外 这不是妥妥的纯情小奶狗 换作我啊 有这么个小男友 我才不出去偷吃呢 不愧是你如烟 看起来很清纯 实际上嘿嘿 在场的基本是关系很好的闺蜜 说话难听 柳如烟也不会生气 她淡淡地瞥了眼过去 那又怎么样 她还不是对我死心塌地 反倒是你 似乎对她有些好感 谁能对帅哥没好感啊 那闺蜜挠头黑笑 有些试探性地问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要是向她示好 她经受不住诱惑 你不会生气介意吧 不会 柳如烟抿了口红酒 淡淡说道 那是你的本事 只要你不嫌是我用过的 哈哈 姐妹 你过分了 如烟都玩你的男人 你该不会当成宝吧 又是一阵哄笑 这天晚上 我没有走进去 也没有给其他人知道 我有来过 给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只说临时有点事情 不能赔过生日啊 她连什么事情 都没有兴趣知道 对我的回应 只有一个冷冷的 哦 大概是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 原本炙热的心 像被泼了盆冷水 冷却了 就这样 后续两天 我们都没有联系 经过朋友的提醒 我才知道一个事情 那天柳如烟的生日宴 确定我不会来之后 她叫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过去 没有丝毫避讳的意思 大大方方地宣布 那位腼腆又害羞的小奶狗 是她的新男友 第二张行 答应你的分手 新许是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当知道柳如烟可能早就 移情别恋时 我的反应很冷静 哪怕是看见她挽着 另一个男人的手 嘴角含着羞涩笑意的 在酒店走出来 我已经做好了 默默离开的准备 我约了一些朋友 打算默默地告别 只是没想到柳如烟知道后 居然也来了 她不是自己来的 后边跟着一位 有些胆怯 又有些好奇的帅小伙 这一刹那 原本轰闹的氛围 瞬间安静了下来 神色各异的复杂 前几天的生日会上 他们是见过对方的 也知道对方是谁 柳如烟这是要干什么 几个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走到我身边 担忧地看着我 示意我要冷静 不要冲动啊 我很好笑啊 你们见过我激动的样子吗 况且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 心在脚痛了 柳如烟搂着那小伙的腰 坐在他的大腿上 用一种极其轻蔑的眼神 和骄傲的眼神 谷天生 今天我来找你 是要把话和你说清楚了 好 边上的朋友 怕我会冲动 轻轻拉住我的手 说实话 这些年过来 我们愤愤合合 挺没意思的 感情也早就消耗完了 我也不瞒着你 其实我早就一情别恋了 在其他男人身上 我体会到了你没有的激情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那才是爱情 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 却当亲耳听见时 内心还是有些气愤 很想质问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我的情绪却很平静 只有身体发出了愤怒的抗争 逐渐攥紧了拳头 指甲深浅在肉里 明明很痛 却感觉不到痛 或许是心痛的麻木了吧 你不如他有激情 你也不如他年轻活力好 谷天生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们结束吧 希望你可以祝福我们 以后不要纠缠着我了 他依偎在那男生怀中 像个温柔小娇妻 我反倒是挺好笑的 他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我是那种会死缠烂打 恶心他的人吗 疑情别恋了 他还有脸 把人带到我眼前 来挑衅什么 压制着泛起的怒火 我轻松了 我轻松了口气 好 我知道了 兴许是看见我反应这么平静 柳如烟微微醋眉 补了句 恋人做不成了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不必了 我推开边上的好友 提起桌子上的酒杯 抿了口 整理好我的衣服 既然已经分手了 那我们还是分彻底点 互不打扰 以免被人背后嚼舌根 我能清楚地看见 柳如烟眼中的诧异 以及一丝丝怒火 怎么了 分手不是你提的吗 我也如你所愿 不纠缠了 怎么反倒还生气了 你能这么想 我很欣慰 看见了你的正常 那就分手吧 希望你不要纠缠我 行 听见她的话 我和几位好友 打了声招呼 便要离开 兴许是见我这么果断 和平静 柳如烟内心 有些许的愧疚 哈哈 她才不会愧疚 只是 她这一次 出声叫住了我 有点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断然拒绝 静止拉开门走出去 却在要关门的刹那 第三章不出三日 她会求我 听见共同好友 也是她的闺蜜 小声地打去了剧 又分了 你们猜猜 这一次古天生 能够坚持多久 不来找柳如烟 两天吧 上一次就一天 真没意思 分又不分彻底点 这一次 如烟做得很过分了 已经明确告诉她 移情别恋了 天生总不能还认识 天生又不是一年两年了 哪怕如烟 移情别恋了 她也肯定会原谅的了 柳如烟 瞥了眼过来 发现我没有关上门 嘴角的笑意 不由更浓了 轻蔑和自大 你们说的没错 古天生非常地爱我 哪怕我移情别恋了 她也会原谅我的 不出三天 古天生就会像条狗一样 摇着尾巴回来找我 你们就等着瞧吧 是啊 这么多年过来都这样 她好像没有自己的尊严似的 哈哈谁不知道 她古天生对你的爱 有多么执着 她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啊 来来来 别说这些事情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今晚不醉不归哈 听着我们共同好友 对我的评价 我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像条落魄的狗一样 选择默默离开 直到这个时候 我还是那么窝囊 连发泄一次情绪 都没有精力去做 果然像柳如烟说的那样 我这个人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激情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原本很温馨的家 此刻不再温馨 也不再是家了 我默默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也把准备给柳如烟的 求婚惊喜准备的 全给丢了 给她买的钻戒 丢掉的那一刹 心很痛 不知道是为了感情 还是心疼钱 她喜欢了很久的婚纱 我也偷偷地给买了 本来是惊喜的 现在成了惊吓 我也毫不留恋地 用剪刀给剪碎了 象征着我们的爱情 终究是破碎了 原本我打算 就这样不声不响地 默默离开 可是看着曾经我们的家 全部都是我们的回忆 最终 果然还是窝囊病犯了 我给她留了张字条 这座房子和所有的一切 可以任由你处置 不需要问我 祝你开心和幸福 我删除拉黑了 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连电话卡也拔 出来剪断了 一身轻松 拖着不算沉重的行李箱 像条落魄的狗一样 默默离开生活了七年的假 当天凌晨 嫌火车太慢了 我扛着火车连夜离开 回到了我长大的这座城市 几乎是回来的当天 我那群发小好兄弟 不知道哪来的风声 叫嚷着给我接风洗尘 恰好 我心情也郁闷呢 找这群好久不见的好兄弟 好好搞一次也不错 酒过三巡 我们聊了很多 毕业之后这些年的经历 听着他们发展一个比一个好 我也是替他们感到开心 其中有几个居然结婚了 连小孩都快可以打酱油了 这叫我突然有些恍惚 曾几何时哥几个 还吊耳郎当的没个担当 现在都扛起责任来了 对了 你不是有个谈了很久的女朋友吗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次回来怎么话还没说完 有个发小就看见我脸色不对 赶紧打断那位好兄弟后边的话 分手了 对于他们 我没什么好隐瞒 他们也不会扒着伤口 肆无忌惮地嘲笑 虽然他们有心理准备了 可听见我的回答时 他们也都沉默了半声 拍拍我的肩膀 都在酒里了 对于这些事情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是靠自己走出这阴霾了 第四章 我的痴情 对错了人 搭搭这时 有人推开包间的门 正对门口那几位 顿时眼睛都发光了 哟 这不是楚大美女吗 你怎么在这 我也回头了 一时间有些愣住了 楚柔柔抓着门把手 翘脸有些微醺羞红 身材非常匀称 有肉的地方有肉 纤细的地方纤细 比起柳如烟 有关而不及 想不到这么些年过去了 她居然长得这么 挺挺玉立 已经不是当年 记忆中的小女孩了 我恰好也在这里吃饭 看见你们发的朋友圈 我就过来 她的目光落在我这边 和我四目相对 翘脸的羞红更甚了 有些慌乱的 移开了目光 而这一幕 大家也都有看在眼里 边上的兄弟 碰了碰我的肩膀 眯着眼黑笑打去 天生哥 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啊 不会是冲你来的吧 我说回了眼神 摆了摆手 咋可能 我们好多年没联系了 不至于什么不至于 好兄弟瞪了我一眼 有没有机会 试试才知道啊 反正现在也单身了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你们在说什么 楚柔柔见我们在窃窃私语 便好奇地凑过来 他们几个赶紧打了个哈哈 那什么 楚大美女 时间不早了 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一会儿叫天生送送你吧 我赶紧拒绝 说 喝酒了 送上吗 打车呗 闭嘴 他们几个瞪了我一眼 颇有众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行啊 我开车来的 一会儿我送她吧 没想到 楚柔柔没有拒绝 反而主动提出要送我 那几个兄弟 顿时嘴角都快压不住了 没有提到他们 却也自作多情地表示 他们自己打车就好 你们干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些心慌和生气 居然想起了柳如烟 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一眼看出来 我在紧张什么 不由说道 天生 有些人呢 爱过就没有遗憾了 有些错误 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心软只会持续伤害自己 就许她柳如烟 三心二意的一情别恋 不许你古天生 遇见对的人 你的痴情 是对错了人 说着 她用下巴示意 坐在不远处的楚柔柔 兴许那个是对的人呢 听她前半段话 我确实沉吟了 后半段话 我直接无语地翻白眼 人家不过是 看见朋友聚会过来而已 我才不会自作多情 认为是队伍 所以不要讲这些 容易冒犯人的话 切 那几个好兄弟 却仿佛看穿了似的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她刚才看你的眼神 都快拉丝了 信不信兄弟 你要是信的话 你就好好表现 不要错过了很快 酒足饭饱 各回各家了 楚柔柔开车 来到酒店楼下 她有些诧异 你不回家的吗 怎么在酒店 我晚上的车才到 太晚回去 会吵到爸妈 我向她道了声谢 她说不客气 然后我们谁也不说话了 车内的氛围 顿时有些沉默的尴尬呢 我先上去了 我推开车门 拖着疲惫的身躯 准备下车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也兴许是酒精上头了 我居然脱口问出 那什么 你想上去喝杯茶吗 楚柔柔郊区一颤 翘脸瞬间羞红 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却是下车了 后边怎么上的电梯 我已经有些忘记了 只知道来到房门前 又问了句 楚柔柔 你不怕吗 我突然问了这句话 她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轻咬着粉 嫩得嘴唇摇头 第五章 我还能吃了你 怕什么 你又不能吃了我 对吧 看见她翘脸的羞红 以及淡了不少的口红印 我突然闪过断片的记忆 在电梯上升过程中 我有些头晕眼花站不稳 倒在她的怀中 她吻了我 或许是被我直勾勾的眼神 看得发慌 她愈发的有些不自在 脸色非常红 眼中似乎有水雾缠绕 嘴唇在轻动 声音也在轻颤 她低着头揉搓着衣角 古天生 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后悔什么 不知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什么 我顺势搂住她的腰 吻了上去 你干什么 她嘴上是这么说 却没有挣扎的样子 反而也在主动迎合我 在电梯里 你亲了我 现在我要亲回来 在酒精的作用下 我像个痞子 带着坏坏的笑 你是认真的吗 突然 她停下了动作 抬起头 正正看着我 我也看见了 她眼中闪烁的泪光 一时间燥热的体温 迅速冷却 我也能看见 她眼中的惆怅 不安 害怕 以及一抹决绝的坚定 她害怕我会伤害她 让她失望 我什么也没说了 用力地抱住她 让她在我的怀中 听见我剧烈的心跳 那就是我的回答 时间过去很快 回到这座城市 不知不觉过去七天了 我忘记删除 柳如烟的好闺蜜了 现在给我打来语音电话 我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接了 不是心软了 而是在好奇 柳如烟是不是死了 叫我去吃喜 古天生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接通的瞬间 对方的语气 就让我很不爽 是你问的 还是柳如烟问的 对方沉默了片刻 说 是我问的 小伙伴们也挺想你的 回来聚聚呗 应该不回了 我现在没有回去的理由 可惜了 还以为可以吃喜了呢 哦 那行吧 挂了哈 那边沉默了片刻 却没有挂断电话 我正要挂断呢 却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如烟 你也听到了 她好像还在生气呢 不如你给她打个电话吧 柳如烟冷冷地哼了声 她以为她是谁啊 不回拉道 谁稀罕似的 如烟 你也别生气啊 你那么对她 她肯定心里很不好受的呀 我怎么对她 我怎么对她了 我不就是找了个男的 来气她而已吗 怎么搞得好像 是我的错一样 我有什么错 她凭什么这么对我 好了 不要生气了 天生也不是故意的 你是对的 你没有错 她闺蜜也是无奈 看来是承受了不小压力 才会故意不挂断电话 让我听见的呀 只是我差点笑出声了 柳如烟 这是什么三观 相处了七年 我怎么没有发现啊 现在我非常庆幸 我逃跑的还算及时 幸亏没有结婚 不然得坐在青青草原了 听好了 我告诉你们 柳如烟在乱发脾气了 谁也不准找谷天生 她死了和你们也没关系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还不伺候了 她凭什么这么对我 好好好 听你的 不找了不找了 你还是赶紧休息吧 边上几个闺蜜乱作一团 而我此时也听出不对劲了 柳如烟好像发病住院了 她又在发什么癫 我刚想要出声 却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说起来 我是在关心她吗 呵呵 和我有啥关系 已经分手了 哎 古天生在的时候 把你照顾多好 怎么她一走 你就把自己折腾的住院了 哐当闭嘴 说够了没有 你们怎么好像还认为是我的错啊 柳如烟彻底发怒了 杂医院里的东西 我听着声音都刺耳 她就认定是我的错 我不该这样对她 我就该无条件地顺着她 可能也是看在 自己养的一条狗跑了 所以急了吧 没了她古天生 窝柳如烟还能不活了 你们给我转告她 古天生 你真有种啊 敢这么对我 七天了 整整七天了 短信没有 电话也没有 那我也把你拉进黑名单 像你找我的时候找不到 到时你跪着哭着求我 都不可能原谅你 第六章初恋没有 有暗恋的 古天生 晚上有空吗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我挂断柳如烟闺蜜的电话 在平复心情时 楚柔柔打电话来了 是约会吗 我打去一声 对方轻哼了句 没空就算了 前一刻我还有些烦躁的情绪 此刻荡然无存了 她的声音好似有种魔力 可以安抚我 后续约好了时间 很快她就过来接我了 问去哪里也不说 只说到地方后就知道了 很快 我们来到一间 似乎经营了很多年的餐馆 整体环境陈设有些老旧 不过生意还不错 没到饭点也有不少人在排队 我有些诧异 像楚柔柔这么精致的女孩子 居然也会知道 藏在老城区内的苍蝇馆子 她似乎经常来的样子 找了个没人的台坐下来 帮我整理好了碗筷 捧着脸冲我笑 我和你说 这家饭馆子 非常的好吃 你一定要尝尝 不知道我是有些腼腆 还是社恐 全称是她和老板沟通点菜 我就像个木头似的坐着 看着她在忙前忙后 给我推荐说这个菜好吃 那个菜也不错 给我盛了一碗汤 叫我赶紧趁热尝尝 而我就这么静静看着她 曾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她这才反应过来 我这么看着她已经有段时间了 精致的翘脸上 泛起一抹羞红 眼神有些躲闪不敢看着我 不知觉间叫我恍然一震了 没什么柔柔姐 只是突然觉得 你这么好的女孩子 为什么她会和你分手 为什么 我会有 约会的错觉 情绪稳定又善解人意 活泼开朗又很爱笑 这种女孩子 没有哪个男孩子可以顶住 我不禁撇嘴苦笑 如果我的女朋友是楚柔柔 而不是柳如烟 那现在是不是其他的结果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时 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 只知道这些年过来 我们不是吵架 就是准备吵架 分分合合 早就把彼此的热情消磨殆尽了 她一情别恋找上其他人 其实也不难理解 我也看得比较开 既然如此 那就分手呗 回想起这段恋情过来 其实我还挺压抑的柳如烟 比较强势 也比较自我 很少会尊重我的意见 她只会在乎自己怎么开心 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而我必须对她百依百顺 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更不能反驳她任何的依据 一旦反驳 就会被她各种贬低和指责 把我否定的一无是出 那这么压抑了 为什么不分手 说实话 我有想过分手 可是那么多年感情过来 我已经做不到切割了 更不要说断得一带二进 这一次 她已经明目张胆地 把人带到来了我和共同好友的眼前 身为一个男人不能忍 就像她和那群闺蜜好友说的 我爱她已经没有底线了 哪怕一情别恋这种事情 都可以原谅呵呵 我已经给过自己 好几次很用力的耳光了 我连自己都不爱不珍惜 又能奢望谁能爱我和珍惜我 谁告诉你 我谈过恋爱和分手了 突然 楚柔柔的一声无语 把我拉回了神 她翻着白眼 顺手给我加了块排骨 啊 我怎么记着 读书的时候 有个小白脸 天天在你屁股后边呢 我吃笑打去了声 不要忘了 咱们是一个学校 一个搬出来的 不要想瞒我 谈了恋爱 那就大方她更无语了 翻了个白眼 呸呸呸 你不要乱说话啊 那个是我堂弟 和我同一个姓 你不知道吗 轮到我诧异了 那你别告诉我 你在读书时 没有个初恋啥的 初恋没有 有暗恋的 楚柔柔轻笑了声 眼含别样情绪看着我 嘴角的笑意 都快压不住了 第七章 柳如烟又作妖 这个时候 老板捧着菜上来了 打断了我后边的话 而我们也很识趣的 没有就这个话题 往下继续 吃完了饭后 她陪着我回到了酒店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却明白彼此内心所想 她说 想先洗个澡 然后磨磨蹭蹭的 在浴室中没有出来 我当然知道 她在磨蹭什么 我也能感知到 她现在非常紧张 和犹豫不决 我走到浴室门外 轻轻敲了敲 你现在还可以后悔 我先下楼待会儿 就当我要走时 浴室门拉开了 她的两只 那里透红的御手 在后边抱住了我 不要声音稀有可闻 像是蚊子般 非常的勾儿 也拨动我的心弦 我轻轻握着她的手 能感知到她的体温和微微颤抖 逐渐用力抱我 古天生 我不希望后边的无数个夜晚 会后悔此时此刻 没有大胆一点 其实 我吴 她话才说一半 我回头搂住她的腰 轻轻吻了上去 吴吴 她没有挣扎 也没有抗拒 只是身体颤抖更厉害 用力抱住我 第二天 我腰酸背痛 还没睡醒呢 被电话吵醒了 没注意看便接了 谁知道又是柳如烟那批人 怎么就阴魂不散 还缠着我啊 天生哥 出事了 如烟姐她她告诉我 柳如烟出院了 本来打算给她整个局 充充晦气的 没想到 前两天 我们有个共同好友过生日 有我送的生日礼物 她破防了 那时我们还没闹掰时 就已经预定好的了 所以我不在 礼物也会送她的 而柳如烟一开始没在意 后来那闺蜜 也不知是为了狭拜 还是为了骂我就提了一嘴折茶 柳如烟的笑容 当即就凝固了 用很冰冷的语气 叫那女的 把我送的礼物给她 我送的那东西 虽然不是很贵重 代表的含义 对柳如烟来说 却是不一般英伪 那东西也是她喜欢 我却没给她买过的 她当时虽什么也没说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整个氛围都变了 压迫感十足 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面无表情的她突然 她抄起桌子上的酒瓶 狠狠砸在桌子上 开始破口大骂我 古天生啊 你个王八蛋 分手了你还来恶心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 你从来没送过我这种东西 为什么分手了之后 你要送给我闺蜜这个啊 说 你们是不是有一腿 是不是背着我 滚到床上去了 你他妈说话啊 酒瓶被砸碎了 她手中攥着玻璃扎 把她嫩嫩地手心刺破了 鲜血流一地 整个场景有些吓人 所有人被吓得不敢说话 可她鲜血流个不停 还刚出院有个闺蜜 撞起胆子 却也怯弱地说 如烟 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 要不先去医院包扎伤口 再打电话给天生 问她什么意思吧 话音刚落 黑着脸的柳如烟便是冷笑一声 问什么 意思不是很明显吗 你们背着我搞破血 你说谁是破血 那个被我送礼的闺蜜 被她这么一说 也是有些委屈了 这也是头一次 有人赶顶撞柳如烟 她的脸色当即就更黑了 抓着手中的碎玻璃冲过去 嘴里叫嚷着 你们背着我偷情 你还有脸做我闺蜜 啊 她被柳如烟的疯狂吓着了 本能用手搁挡 结果被抹出血了 顿时整个包间都乱做一团 所有人都去拉疯了的柳如烟 而那个手部受伤的女生 却没人照看 明明委屈的她 为什么又搞得好像错的她 柳如烟怎么都是对的 第八章 谁才是贱女人 柳如烟 你在搞什么 我哪里对不起你了 知道为什么天生哥会离开你吗 像你这种 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丝毫不考虑 其他人感受的女人 哪个男人会在乎你啊 你再发什么颠啊 有病就赶紧去医院治啊 你出院干什么 虽然说这一批朋友 多少对柳如烟不满 却谁也没有敢这么说话过 这还是头一次 有人敢这么说话 本来情绪就很激动的柳如烟 现在是更加的激动啊 如果不是众人在拦着她 指不定就冲上去撕了她 柳如烟姐 冷静呀 这其中 肯定有误会 天生哥不是那种人 他不会背着你 做这种事情的 她那这么说 我是那种人哦 柳如烟黑着脸 冲那个人冷笑 难道不是吗 被我送礼物的那个女孩 再一次勇敢开脉 天生哥对你那么好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你又是怎么对她的 背着她在外边东搞西搞 甚至把人都给带来了 她是你男朋友 不是你养的一条狗啊 你叫她怎么想 你叫一个男人怎么想 她离开你 我认为是她这辈子 做过最对的事情 我给她送的这份礼物 真的值了 把我想说 却没有兴趣 多说一句的话 全给说了 然而柳如烟 却更加的气急败坏了 你们是不是有一腿 当初你就说过 如果我们分手了 你可不可以追求她 你是不是说够了没有 那个女生 情绪崩溃了 柳如烟 你这种女人 为什么可以拥有 天生哥那么好的男孩子 为什么拥有了你却不珍惜啊 早知道在你们分手后 我就去安抚她了 说不定天生哥 现在就是我的男人了 说完这句话 她哭着离开了 谁也不知道 此时此刻 她的内心 有多么崩溃和委屈 这就是所谓的好闺蜜吗 事情至此 还没有完 没做错任何事情的那个人 委屈地离开了 而做错的那个人 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反倒是引来一大堆人的安慰 说各种好话 如烟 不要听她瞎说 天生哥有多爱你 有多在乎你 我们都知道的 先不要说了 赶紧去医院包扎伤口 斜指不住挖柳如烟黑着脸 站在原地未动 谁也拉不动她 倔强地向头驴 没有办法的众人 出于担心柳如烟的情况 便提议说不如给我打个电话 文言的柳如烟 脸色缓和些许 没有说话 冷冷地把脸侧过去 众人顿时心头一喜 果然是想我了 那借此给我打个电话 好好劝和吧 于是乎 便有了 此刻我接到的电话 听完讲述的来龙去脉 我整个沉默了 怎么通篇好像在说柳如烟多可怜 哈哈 她可怜吗 她才不可怜 做的这些事情 不是她自己自作自受吗 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她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分手是她提的 说不要纠缠的也是她 好我做到了 她呢 是在后悔吗 开什么玩笑 她不是移情别恋很多人吗 她不是被很多人捧在手心虫吗 我不过是一条 她可有可恶的狗 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还来纠缠我不放 在听着吗 沉默了许久 我淡淡开口 电话那头立马回应 听着呢 天生跟你说 电话是外扩的 包间中所有人都能听见我的声音 他们可能在期待我认错 把柳如烟给哄好吧 说不定 连柳如烟也是如此 期待着我先认错 然后她原谅我 就像这些年一样 纷纷又和和 第九章 她不可能原谅你了 可惜了 我厌恶了 当舔狗的日子 一味的付出 却得不到应有的回应 而不对 回应有了 一顶又一顶绿的发光的帽子 她给的 你们给我听着 包括你柳如烟 我已经答应了 你提出的分手 也做到了 不再纠缠你 希望你 也能够做到 不要继续纠缠我了 我不想知道 有关你的任何事情 你是死时活过的怎么样 和我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分手了 希望你能够知道 啊 天生哥 你给我打电话的那妹子 都傻眼了 我不是该说好话 哄她吗 我希望你们也是如此 继续做朋友可以 有关柳如烟的事情 不要和我说了 嘟嘟嘟 说完这句话 我便挂断了电话 他们要怎么样 柳如烟又会怎么样 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毕竟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 我挂断电话后 发生了什么 以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肯定免不了恼羞承诺 乱发脾气果然 后来在场的朋友 和我吐槽说 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先是听着我挂断电话的盲音 整个包间沉默得十分压抑 谁都大气不敢出的沉默 怎么安静了 说话 你们不是挺能说的吗 哑巴了 柳如烟的反应很平静 又为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哥 真的看不下柳如烟的国分行位了 那借此大胆开卖吧 如烟 不是我说你 身为男人的我 对你的行为早就看不下去了 天生对你有多好 相信你自己知道 可你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真的太伤人了 你真的会认为 发生了那么多之后 他还能像你说的那样 对你的爱没有底线 也没有尊严了吗 我看到是未必 你把外边的情人 带来他眼前挑衅 换做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可能原谅了吧 我需要他原谅吗 呵呵 他古天生以为 自己是什么东西 只有我柳如烟 又一次的发言 叫在场的人全都沉默了 知道他三观扭曲 却没想到而那位老哥 轻叹了生气 站起来整理好衣服 已经不打算再次留着了 柳如烟 作为你的朋友 我最后说一句 你们已经分手了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既然你不爱他 那就好聚好散吧 谁说我们分手了 谁说我们要好聚好散 谁知道 柳如烟突然就急了 又开始发颠了 我同意分手了吗 凭什么他说分手 我们就分手 好聚好散 我呸啊 我和他谈了那么多年 哪怕是养条狗 都养熟了 凭什么他说不打扰 就不打扰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只不过做了一件 天底下女人都会做啊 别 有几个闺蜜姐妹 也忍不住要发言了 如烟 这种事情 也只有你会做 也只有你会认为 对一个男人 做了这种事情 不认为自己有错 反而认为 对方有错的 他们的这句话 叫柳如烟整张脸都彻底黑了 那我问你 你和天生 在一起多久了 七八年了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男人 有多少个七八年 你在这七八年里 有做过多少次 对不起他的事情 如烟 既然你不爱他 那就放过他吧 你把他给伤透了 他不会回来你身边了 他也不会原谅你了 不少人都无奈地 轻叹了生气 在他们眼里是知道 我对柳如烟有多好的 也很羡慕有我这样的男朋友 恨不得是我的女人啊 第一十章 我会为了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事事摆在眼前 柳如烟却不相信了 抄起桌子上的酒杯啥的 你给我滚了 什么我的朋友 你不配成为我的朋友 古天生不可能会离开我 他对我的爱 你们都知道的 哪怕我对他做这种事情 他也绝对会原谅我如烟 那我最后再说一句 你女朋友的身份 好几位闺蜜好友 此刻也起身要走了 他们的脸色很复杂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看着情绪有些失控的柳如烟 说一杯热水凉透了 很难再用手心给暖热 人心也是如此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 只有碰没碰到底线 你做过太多太多 伤害古天生 触及他底线的事情了 他是个人 不是木头 更是个男人 他也会难过 他也会失望滚 滚啊 闭嘴 你们给我闭嘴 滚 你们就是在嫉妒我 古天生很爱我 柳如烟彻底崩溃了 抄起能抓到的所有东西 疯狂地砸 把所有人给赶出去 一个人在房间 歇斯底里地崩溃叫喊 可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楚柔柔什么时候醒了 在我挂掉电话后 轻轻地在后边抱住了我 怎么了 我要反过去抱他 他却用力拦住了我 郊区有些轻轻颤抖 很快 没穿上衣的后背 感觉到一片湿 润 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慌乱 你怎么哭了 怎么了 你 我都听到了 可能刚才打电话时 那边说话太大声 把他给吵醒了 却默默没有打扰我 你会回去吗 他把头埋在我的后背 明明是在哭 却控制声音不颤抖 回哪去 我笑了 心都软了 轻轻抓着他的手 以此来安抚他情绪 回那边去 那个女人 他我们是和平分手 我打断他的话 用力正脱开他的手 反过去抱他 他像个受惊的小兔子 挣扎别过脸 不给我抱 却被我用力地压制住 笑道 小傻瓜 你在想什么呢 大早上的哭鼻子 一点都不好看了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不会给你造成 任何的困扰和不安 那他小嘴微张 还没来的说话 就被我强吻了上去 他要挣扎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我捧起他 不满泪痕的翘脸 心疼的不行 刚才你也听见了 我们之间或许早就没有感情了 他做过那么多有句话叫 春江水暖压仙制 或许在他对待我没那么认真时 我心中已经为分手开始 做心理准备了 当他摊牌的那一刻 我没有很生气 我也没有很失望 反而感觉到轻松那是一段 不正常的关系 也是不平等的关系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故事 那我可以和你说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想听 楚柔柔用力摇头 扑进了我怀中 弱弱的说 我现在只想知道 你会为了我 当然会啊 不等他把话说完 我便接话道 我会为了你 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开心 第一十一张对不起 我想静静 那我们现在 算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吗 他有些忐忑 说话也很紧张 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我 明明都没穿衣服 去问这种问题 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 你说呢 我坏笑一声 把他揽入怀中 用力地抱着 只是 我的内心却没表面 这般轻松 反而有些惆怅的压抑 我这么做 是不是挺渣的 这才分手 没多久 就和其他女人 发生了关系 还是以前的同学 虽然他说暗恋我很久了 我的情绪 有点不对劲了 脑海中闪过这些年来 和柳如烟的种种 虽然不快乐 却忘不掉 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女人 怎么可能说忘记就忘记 怎么可能说 重新开始生活 就可以怎么了 女人 对情绪是很敏 敢的 她能感知到 我现在的心境不对 没什么 揉揉我们 这段时间 先不要联系了吧 那 为什么她的表情 肉眼可见的 紧张和慌乱了 我的心在此刻 突然很难受 压得我快喘不上气了 我想静一静 所以我们先分开怕 我的话还没说完 褚柔柔突然一巴掌抽上来 脸颊泛起的刺痛 让我整个人一正 只见她 很失望地红了眼 竭力控制着自己 不要掉眼泪 古天生 你个王八蛋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啊 你把我当什么了 是备胎吗 还是姐妹的情人啊 我把自己给了你 你也答应过我 不会让我失望 现在却说不要联系了 我没说不要联系 我只是说够了 褚柔柔一改往日的温柔 一声呵斥把我给吓住了 她很失望地离开了 我 全程呆滞没有反应 就这么看着一位 相信我的女孩 失望的背影 直到后边反应过来 我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真他妈窝囊 不是个男人啊 我想追出去 却已经太迟了 她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像是条狗落魄的狗一样 失魂落魄地坐在街头 望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也有好多情侣啊 牵着手 非常的恩爱 眼中只有彼此 我真的好羡慕啊 可是 像我这种男人 真的值得拥有 像楚柔柔那般优秀的女人吗 比起来 她如同淤泥中绽放的莲花 而我则是淤泥下 肮脏的不能再脏的蛤蟆 我和柳如烟 谈了多少年 也就同居了多少年 而她却一直没有谈 一直爱恋我 则 不是我自恋啊 是楚柔柔 自己这么说的 这么些年来 一直在等着我 好不容易把我判来了 把最宝贵的自己也给了我 而我却这么对她 我不敢想象 当时的楚柔柔 是有多么的失望和伤心 明明是坐在很热闹的街头 我却迷茫的不知所措 我真的值得拥有她吗 这几天 楚柔柔没有来找我了 我给她发的微信 也没有回复 我不敢给她打电话 是 我是废物 我也很窝囊 我根本就不敢面对一个 被窝伤头心的女孩 我打算逃避了 离开这座城市 去哪里 我不知道 我像个无头苍蝇 也没有脸留在这里 面对我们的共同好友 临行前 我把兄弟们约出来喝酒 就如同刚回来那时 他们给我接风洗尘 对了 你和柔柔姐怎么样了 还没开始喝酒呢 他们就开始八卦了 前几天 她的朋友圈 可都是你的合照啊 你小子 不给兄弟们报喜是吧 我们不联系了 我的一句话 叫兄弟们的笑容凝固了 然后骂人了 第一是二章 你有病吧 古天生 你他妈脑子有病吧 这和吃干抹净 提上裤子不认账 有啥区别 什么叫 不想耽误人家 你他妈不想耽误 你招惹他干什么 现在好了 吃也吃上了 你来搞这种 你他妈还是个人吗 你找打吧 我们几位好兄弟 和楚柔柔是一个学校 一个班级出来的 毕业多年 关系也很好 所以 借我这么迟乱中气 他们比谁都生气 如果不是拦着 怕是要打我了 当然 我也认账 这是我的错 我也爱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我的状况 要问 对他有感觉吗 当然有啊 不然也不会对吧 可是 我心里有个坎 我有些过不去 也根本想不明白 为什么柳如烟 那么多年的感情啊 虽然现在确实分手了 可我也不敢轻易 投入下一段感情 可能是有些害怕 会重蹈覆辙吧 这是一种心理阴影吗 还是说是兄弟 你就说实话 你还 爱不爱 柳如烟 哥几个坐在一块 像在审判我似的 顶着我 这个问题 把我问住了 沉默了许久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爱吗 我内心很抗拒 一想到他 我就恶心 这个女人赶紧去死好吧 可是说不爱吧 毕竟那么多年 互相支持 互相依靠过来 尽管他不爱我 不知道为什么 在回闪这些记忆时 我的脑海中 居然会出现 楚柔柔的样子 快点回答 不爱 见他们要生气了 我轻叹了生气 没错 我根本不爱柳如烟 我只是在害怕 像楚柔柔 这么优秀的女人 真的是我能够拥有的吗 怕 突然 一位好兄弟 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把我给打蒙了 刺痛在脸颊泛起 我正正看着他 你他妈是个男人的话 现在就给柔柔姐打电话 我没错 我又犹豫了 我没有理由也不敢 我说服不了自己 你为什么会认为 自己不配呢 那柳如烟不是什么好东西 值得你这么念念不忘 又不肯开始新生活 什么念念不忘 我巴不得早点忘记他 那就对了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 你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呢 你和柳如烟 一起很多年没错 可是你回想一下 你过得开心吗 我争住了 虽然在一起很多年 可是开心的回忆 却没多少 别怪兄弟说话难听 要我说这么些年 你一直被柳如烟批于威了 他总是在否定你 不认可你的价值 导致你潜移默化 也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实际上你真的很不错 我们不是从小玩到大吗 我们之间 学习成绩最好的就是你 讲学金就能养活自己 被兄弟们这么一说 我才反应过来 对啊 我也是个很优秀的人 只是柳如烟 从来不会给我正面反馈 只会不停地打压我热情 不给我有自己的想法 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做 只要我不听他的话 轻则冷暴力 重则各种贬低我 天知道以前的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现在似乎有些能够理解 当分手二字 在他口中说出的刹那 我为什么会那么冷静地同意了 这么多年过来的分分合合 早就把我对感情的信任 消磨殆尽了 而现在有更好的人出现 由于经历过的事情 从而让我产生 自我保护的逃避 不敢面对 说白了 这一切 是柳如烟长期以往的PUA所导致 让我已经有些迷失自我 不知自己想要什么 第一十三章 这一次 我不会错过了 兄弟 听哥们的 这一次不要不当人了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楚柔柔打个电话 像你这么好的男人 配上柔柔姐 真的不亏 如果我是女的 我他妈都想追你了 不要把精神和感情 浪费在柳如烟那种贱女人身上 我告诉你 他肯定会后悔 他这辈子 整个余生 他都会沉浸在 失去你的悔恨中 无法自拔 看着几位好兄弟 在耐心地劝说我 不知觉间 我竟然失了眼眶 这在以往和柳如烟的感情中 是从未被看好 和得到过正面反馈的 那些所谓的朋友 其实都是柳如烟的朋友 他们只会和柳如烟一起 否定我的价值 你们说 如果我和柳如在一起了 我们会走到最后吗 我颤抖着 打开通话界面 当然会啊 怎么不会 他们给我倒了杯酒 冲着我笑 一如当年几个小屁 还在夕阳下 畅想未来长大后 不论我们中的谁 只要结婚了 那不管再干什么 都会跑回来 给你当伴郎 送上 兄弟间最诚挚的祝福 我绷不住了 热泪盈眶了 拨通了楚柳柳的电话 喂 是我 有空吗 方便出来见一面吗 有些话 当面说比较好 我从未想过 我的一通电话 可以让一个女孩子 那么的开心 虽然不知道 我约她出来 要说什么 可她知道 我能给她打这个电话 就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 后来 她告诉我 在接到我电话 听到我哭腔的那一刹那 她也想哭着说 想我了 可是 可是她不知该以什么身份 说出这一句 我想你了 她还告诉我 其实那天在酒店离开后 她根本没有走远 很生气啊 也很失望 躲在车里崩溃的痛哭后来 看见我在酒店追出来 着急的样子 和不知所措 最后坐在大马路 发呆她 全程陪同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默默地注视着我 等着我能给她打个电话 当听见她这么说的时候 我真的是用尽了全力抱住她 我差点失去她了 差点 楚柔柔来了 在夜风的吹拂下 站在了马路对面 一缕发丝在风中飘动 淡青色的长裙也在摇摆着 而我看见她的笑容 傻了眼 你小子愣着干啥 赶紧去啊 几位好兄弟 恨铁不成钢地打了我一下 我这才回过神 跌跌撞撞地走向楚柔柔 经过这么些天的相处 我们对彼此都有些了解了 不止局限于以前读书时代了 她很温柔 也很会体谅人 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事情 这是和柳如烟时 未曾感受过的 虽然我们没有确定关系 我却能够体会到了 原来谈恋爱也可以这么轻松 对未来有憧憬的规划 相处不用那么压抑 也不用被否定 她柳如烟可以移情别恋很多男人 没有说分手 就敢把人给带回来 那我分手后 为什么不可以 开始新的生活 找个合适的人谈恋爱 我为什么要害怕 我为什么要忐忑 我凭什么不可以选择我爱的人 非要给柳如烟守寡 他妈的 分手是柳如烟移情别恋 我没有错 我根本没有错 我凭什么想不开 何必有心理压力 古天生 你他妈的 真不是个男人 居然让喜欢你的女孩 那么的难过和失望这一次 这一次我快步冲上楚柔柔 在他诧异和羞涩 却不躲闪注视中 用力地抱住他 狠狠地吻了上去 第一是四张破碎的心 可以修补吗 这条街是夜市街 有很多小吃摊和夜宵摊 来来往往的很多人 而在我那几位好兄弟的起哄下 边上响彻起了很久的鼓掌声 也有此起彼伏的祝福声 楚柔柔终究是个女孩子 脸皮也是很薄的 听见周边的起哄 那修红是到了耳根 整个胶体也是发烫不行 却没有抗拒地推开我 也是在用力地抱住 迎合我用他的话来说 这几天他也想清楚了 既然爱 那就大胆爱 不要害怕被辜负和错过 如果连爱都没有勇气 那又怎么能把一中人 给留在身边 不叫自己遗憾终生 古天生 现在的我们 是什么关系许久之后 我们才唇间分离 他像是没了力气 贪婪在我的怀中 压低声弱弱地问 是情人还是女朋友 我想听个答案 你上次没有回答我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话音刚落 可能是怕听到预想之外的回答 所以他又叫我不用回答了 他不想知道 那怎么行 我搂住他的腰 像着在夜宵摊的那几个好兄弟 喂 你们几个 快过来叫大嫂 楚柔柔 你现在 是我女朋友 你愿意吗 以后 做我的老婆 也当孩子的妈 喂 我是柳如烟 你现在知道错了吧 我也愿意原谅你 回到我身边吧 好嘛 虽然明确和他们说过 继续做朋友可以 但不要和我说柳如烟的事情了 可架不住他们才是柳如烟的朋友 而不是我的朋友 有些事情他们还是会和我吐槽 例如 那天大吵一架后 柳如烟整个人都变了 他把有关暧昧的小男友全给删了 说什么 并然醒悟过来 原来深爱的一直是我 哈哈 说实话 我听见这句话时 别提有多好笑了 试问柳如烟自己会相信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会一情别恋 为什么伤害了我之后 才说这是因为爱我呢 柳如烟还说呢 他和那些男人 其实根本没有关系 只是暧昧而已 没有到哪一步 到哪一步 还不够吗 这么多年感情过来 背叛我的次数还少吗 还想要哪一步啊 共同好友也说 其实柳如烟知道错了 只是放不下面子 不敢来找我认错罢了 他 在我们曾经的家 发现了被我剪碎的婚纱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我再偷偷准备求婚惊喜 只是不重要了 柳如烟也是个女人 虽然行径很扎挺过分 内心却渴望能有个家 能有自己的小孩 这么多年的相伴过来 他早就把我当成了家人 只不过是一时糊涂 被外边的诱惑 蒙蔽了双眼 做错一件事 难道活该被否定全部吗 哎 巧了 还真是 做错任何事情 都不会被否定所有 唯独背叛背叛 不值得任何妥协和原谅 甭管他现在说的话 有多好听 自己有多么后悔 外边那些小情人 只是完完而已 都无法改变 既定的事实了 他们也告诉我 柳如烟 把被我剪碎的婚纱 找了的裁缝 花了很大的价钱 给修补好了 我听着就好笑了 是 婚纱可以修补 可是破碎的心 又用什么修补 还能修补得好吗 我再次言辞 呵斥他们 不要再和我说任何 有关柳如烟的事情了 否则 朋友都没得做 说完这些话 我应该就把他们 给删了的 可我没有我发的朋友圈 有关和楚柔柔的 全部被他们给看见了 看见我有新的女朋友 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他们的朋友柳如烟 却就像我说的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 柳如烟才是他们的朋友 于是乎 柳如烟也知道了 我有了新的女朋友 开启了新的生活 他的反应出乎意料 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 只有非常平静的点头 这叫那群狐朋狗友 不免担心了起来 因为他们非常了解柳如烟的 第一十五章 不用说对不起 现在已经是分手的 第六十三天了 前段时间 我有收到过 柳如烟用其他人的手机 发来的短信 他和我说 公寓已掉了 曾经我们的家 成为了别人的家 问我 其他东西怎么处理 我没有回复 当作没有看见 默默地拉黑这个号码 也许他是忘记了 我离开前留下过字条 整个公寓都任凭处理 也许是 这是他能够找到 唯一可以联系我的理由了吧 呵 也是 依我对他的了解 这是他给我的台阶 叫我不要不识好歹呗 他这种从不会轻易低头的高傲女王 此刻都为我低了头 我还不赶紧像条狗一样去缠着他 确实 他这个人虽然相处起来很压抑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听不得其他人的话 只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却不得不说 他也是比较好哄的 只要我像条狗一样来认错巴结他 不论发生过什么 他都会原谅我 即便 那不是我的错 后来我知道 公寓根本没有卖掉 果然只是一个借口 所有的一切 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 包括那张纸条 也没有洞流如烟 不敢回来这里了 到处都是我的影子 到处是曾经美好的记忆 或许 在无数个难熬的深夜 他会回来这里 抱着残留我栖息的被子 久久无法释怀吧 终于 在熬了不知道多少个深夜 柳如烟终于顶不住了 即便是高傲的女王 也是个脆弱女人 她 拨通了 我的电话 这一次 没有盲音 也没有转接 没几秒便接通了 喂 古天生吗 我是柳如烟 她的声音在颤抖 强忍着到达顶点的委屈 哽咽地说道 你现在知道错了吧 我已经原谅你了 我不生你的气 赶紧回来吧 回到我的身边好吗 电话的这头 迟迟没有回应 在柳如烟逐渐情绪崩溃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响了起来 如烟小姐 很抱歉她 恐怕没有办法 回到你的身边了 我坐在床上 看着柳如烟 接通柳如烟的电话 此刻的心绪 那是万般复杂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 一下子就没有了声音 仿佛连呼吸声都停滞了 片刻之后 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就像是紧绷许久的皮筋 突然就断裂开了 你是谁 古天生 你个王八蛋 你在搞什么 贱女人 抢我的男人啊 我伸手想接过电话 先前我和柳如烟保证过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 不让柳如烟打扰我们 然而 楚柔柔却避开了 神色非常冷静地 撇了我一眼 我居然有些心虚 不敢看她的眼睛 好在 我所担心的没有发生 没有爆发很激烈的争吵 楚柔柔也没有吃到什么委屈 只是和柳如烟 把话说清楚就挂掉了 她放下了手机 沉默地背对着我 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我轻轻地凑过去 在后便抱住了她 向着做错事的小孩子 对不起 我没处理好 不用说对不起 她很温柔 没有怪我 也没有生气 第一十六章 后悔莫及的柳如烟 预料之外的意外 在第二天发生了 柳如烟不知道在哪 打听到了我在哪 居然就这么披着婚纱就来了 古天生 我来接你回家了 她此刻的样子 和我记忆中的她出入很大 她现在脸色很憔悴 眼中布满红血色 却还在抢颜欢笑 身披的那件婚纱 确实是我剪碎的 虽然被修补过了 却还是能看出 破碎的痕迹 配上已经枯化了的妆容 颇有种落魄新娘的韵味 而整个场景 也像是电影那样 一切变得缓慢 我以为自己是个观众 在她叫出我名字的刹那 我才意识到 我是这场戏的主角 楚柔柔在我的身边 对于柳如烟的出现 表现出强烈不安 小手抓着我的衣角 我没有动 也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身披婚纱的柳如烟 我是在后悔吗 当然不是啊 毕竟差点就向她求婚了 我的内心 非常的平静 古天生 我知道错了 原谅我好吗 我才意识到 自己做了一件 多愚蠢的错事 走 我们回家 我们回去结婚 我们好好过日子 我她在说这些话时 眼泪是止不住的流 那真诚的模样 差点把我骗到了 仿佛前不久 才和小男友 在酒店出来的她 只是我看错了眼 误会了她 柳如烟啊 我给过你机会了 确实像你说的 我对你的爱 没有底线了 只是 我一味地原谅你 不是让你持续地伤害我 这次我真的累了 剪碎的婚纱 或许可以修补好 可是破碎的心呢 没有办法修补了 柳如烟 我在 我深吸了口气 在她满怀期待的注视中 抓住楚柔柔的柔 软的小手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不 不要 柳如烟荒了 眼睛红得吓人 眼泪哗哗地留个布纸 古天生 你听我说啊 真的是个误会 我对他们没有感情的 只是玩玩而已 我最爱的人是你啊 你给我买的婚纱 你是要求婚 对吗 我现在穿上了 我答应你 对了 求婚戒指 戒指我也准备好了 她慌乱地在身上摸出个盒子 打开的瞬间戒指掉落在地上 她赶紧跪在地上乱抓 花花的泪水不断滴在地上 哭得已经不能自己了 我答应你的求婚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看见她如此这般卑微 和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没有办法不承认自己不痛心 却没有办法也不会心软了 柳如烟 认清现实吧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当初的分手是你提的 我答应你了 你为什么后悔呢 我 我戒指掉在地上 不知道哪里去了 柳如烟来来回回找不到 哭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抬起那双哭得通红的眼睛 看见我紧紧握着楚柔柔的手 她的表情逐渐猙獰和扭曲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这是在背叛我 你你说够了没有 我不耐烦地呵斥 当初做那些事情 怎么就没想过是在背叛我 第一十七章 我现在有你了 我 我柳如烟无法反驳 眼中逐渐泛起绝望 可是到如今 怎么可能甘心啊 你以为 她对你是真心的吗 说不定和我一样 也是个贱女人 你以为这是你的真爱吗 我才是你的真爱啊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 她知道吗 你以为她不会介意 你和我睡了那么多年吗 她 肯定啊 话还没说完 楚柔柔彻底忍不住了 直接上去给了她一巴掌 你说够了没有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她已经不爱你了 不要死缠烂打可以吗 柳如烟争了争 整张来拿彻底扭曲了 张牙舞爪的要撕打楚柔柔 我赶紧上去抓住她 黑着脸呵斥 柳如烟 你过分了 她打我啊 柳如烟委屈不行 睁大了眼睛 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我帮你叫救护车 所有费用我们承担 我只希望你赶紧消失在我的世界吧 古天生 柳如烟睁大了难以置信的双眼 显然无法相信 那个爱她死去活来的我 此刻这么冷漠 柔柔 我们走 我叫了救护车 没有理会柳如烟了 古天生 天生这一刻的柳如烟 终于支撑不住 跌坐在地上 充满哀伤神色 听着她抽气的哭声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个女人我不会心软了 和我也没有关系 反倒是楚柔柔 时不时回头瞥一眼 我不由问道 怎么了 你担心她 不是她却摇摇头 轻叹了生气 她好像挺可怜 似乎也很喜欢的你样子 你是在同情她 我搂住她的腰 不由轻喝道 那我回头找她 不行 楚柔柔抬起头 瞪了我一眼 说 我才不是同情她呢 我只是觉得 她自己做了 无法挽回的错事 为什么不能好好承担 这一切 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吗 也没有人逼她的吧 为什么后悔 你问我 我哪知道 我又抱住了她 我只知道 我现在有你了 问楚柔柔用力地点头 没有再理会 跪在地上 痛苦后悔的柳如烟 我们现在去哪 回家 我们的家 此时 西洛的夕阳 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渐渐在不远的前方 重叠交织 恍然间 我的思绪回到 年少时代的某个傍晚 那个时候 我和柳如烟 也是这么并肩走着 影子在不远的前方 交织重叠 当初我很天真的想着 是不是在寓意着 我们的未来 将会是密不可分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交织重叠后 会再次朝着 两个不同的方向 继续延伸 然而 这一次不会了 不久之后 我向楚柔柔求婚了 这一次 我们的共同好友 是她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得到了祝福 那天 我们都很开心 喝了很多的酒 她抱着我 边哭边说了 很久很久的话 说到最后 不知觉间 在我怀中睡着了 第一十八章 往后余生 都在悔恨中度过 我们的婚礼 很简单的举办 只有双方父母 和一些好友 没有很浪漫的仪式 却能叫我们 记在心中一辈子 她在说誓言时 没有说那些笼统语录 只有简单的两句话 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我也请你相信我 我会修不好 你破碎的心 嫁给我 不对你娶了我 大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会 白头偕老的 曾经有段时间 我不相信誓言了 因为柳如烟 也发过很多事 后来 她全部违背誓言了 可是我现在愿意 相信楚柔柔 我也相信誓言 是可以被遵守的 老话说 真心可以换来真诚 而我愿意 而我愿意用一辈子的真诚 来换取楚柔柔的一颗真心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一次 我会被达达 对了 在我婚礼的这天 收到柳如烟发来的礼物了 那天掉落找不到的戒指 最后还是被她找到了 现在送来给我 古天生 我会一辈子等着你 如果你想我了 可以来找我 你敢 这个纸条 被楚柔柔看见了 她现在是一点温柔都不装了 直接掐住我的耳朵 故作生气的嘟嘴 她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老婆大人 疼疼疼我疼的呲牙咧嘴 却是这辈子最开心的笑容 全文完